香港近幾個月有一個令人注目的地產項目 就是由香港四大家族之一 鄭宇同家族第三代接班人鄭志剛領頭的房舍企計劃 項目提出以半價買樓 首期只需要樓價的5% 說起鄭志剛不可以不說下他的背景 鄭志剛是家族裡的長子的孫 順利成章在2015年接班出任新世界的副主席 而他在1979年出生 2003年在哈佛東亞研究文學系畢業後 就去了日本留學一年 主要是學習藝術和文化 而在2014年他還去了美國的薩凡納藝術與設計學院 收讀這個博士 雖然鄭志剛接班了 但新世界集團的主席仍然由他爸爸鄭家純出任 由於鄭家純和許家印很有關係 所以對於許家印的投資也有點生意來往 今年許家印出事後 其實令鄭家純也蝕了不少錢 但畢竟家大業大 虧損也只有少少錢 鄭志剛現在執掌集團的任務 就是負責新世界集團地產板塊的策略和方向 鄭家純就是上屆的全國政協委員會 鄭志剛就接行出任天津政協委員 這幾年其實他都很努力做公益活動 最近半價賣樓還提供5%的首期優惠 其實都幫助了很多不少香港人共同富裕 在這四大家族裡 除了恆地的李家傑 鄭志剛就會與內地活動最積極的地產家族接班人之一 而且相比之下鄭志剛其實是正式的接班人 李家傑只是恆地內地項目的負責人 很多香港的富二代富三代都說 這幾年鄭志剛積極牽頭做公益善事 努力推動解決香港貧富懸殊的差距 共同富裕等等的議題 其實是為自己塑造一個富人圈大佬的形象 不過仍然有不少人認為他都是一位精明的商人 只不過是跟上一代富豪有少少不一樣的 畢竟現在時代變遷了 香港的貧富懸殊差距就越來越大 所以在有錢人的世界裡 怎樣去幫助一些窮人社會 其實都是社會非常著重和熱切討論的議題之一